告诉我们下周 就是8月27到9月2号 各生肖的整体运势 好 下个礼拜 是国立的8月27到9月2号 其中8月31号 就是农历7月的最后一天 所以是关鬼门或者鬼门关 同时也是地藏王菩萨的诞辰 最后一天 好 那12生肖 我把它分成四组来做个说明 首先第一组最好 猪兔羊的 猪兔羊是专业表现更上层楼 更上层楼应该就是工作职位方面升官 是 所以我给了五个赞的评论 好 赞 赞 赞 其实狐马狗也不错 狐马狗放眼未来 长期兼营 就是不要只着重来目前 要长期到很久很久 才可能会有收获 我给了四个赞的评论 好 下面是蛇鸡牛 蛇鸡牛团队合作 不必抢功 就是我们的成功 事实上是整个团队合作的结果 你抢功了 说不定抢不到功 他惹了很多麻烦 所以只给了三个赞的评论 其实也不错 好 最后猴鼠龙 比较小心注意 猴鼠龙是方向误导容易犯错 就是说你受到人家的误导 结果你工作方面 投资方面都要注意 只给了一个赞的评论 好 欢迎 好 我们加码 还有三个生肖最好的生肖 那一看也知道 应该是前面两组了 前面两组最不错 好 首先钱财最旺 钱财最旺是属马的朋友 其次事业最强 事业最强是属羊的朋友 你刚刚讲56年次嘛 我属羊 我属羊 那就属羊了 好 下面桃花最红 桃花最红是柯属猿 属猪的朋友 桃花来了 桃花来了 真的 有天啊 好好保护机会 我们就随猿了 对不对 好的 谢谢黄老师 那么接下来邀请艾菲尔老师 帮我们说明一下 下周我们各西洋星座的整体运势 好 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自己的星座 下周是8月27号到9月2号这段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呢 你的太阳以及上升星座有上榜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你究竟会落到哪一个星群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两颗星的朋友 如果太阳以及上升星座是巨蟹座的朋友 要注意啦 这一周呢是身体比较容易疲倦 也有可能是天气太热中暑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睡眠跟补充水分 再来呢要注意这个两颗星的朋友还有双子座的朋友 是属于有苦难言 心情比较烦 你知道可能有一些沮丧的事情 或内心里面有一些这种需要别人安慰的 但是你又不愿意跟人家分享 是属于有苦难言的一个现象 两颗星的朋友还有谁呢 是金牛座的朋友 是内心比较焦虑 可能呢是要入秋了 情绪里面毕竟比较多愁善感 可能为工作或为了自己的事业 也可能为家庭属于内心比较焦虑的一个现象 三颗星的部分比较好了一点 看看有哪个星座上榜了 太阳以及上层星座 如果是双一座的朋友非常的要注意 是感情仍然是一个触礁的状况 最近如果说感情触礁 比较是跟牵扯到三角恋情 或者是爱上不该爱的人有关 所以双一座要特别小心 再来三颗星的朋友还有谁呢 是射手座要注意一下 是要克服困难 代表说有一个阻碍 有一个困难正等待你去突破 也是你建立自己勇敢 也是你建立自信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今天要注意了 再来三颗星的朋友还有天明座 要注意一下是属于沟通容易有一些误会 所以在本周呢 你如果说内心有一些这种误会的话 建议你还是要低调成文一点 不要在本周谈判免得破局 四颗星的朋友有谁呢 是比较好了 看一下是水瓶座的朋友 恭喜 婚姻有喜 姻缘有喜 如果水瓶座的朋友 在本周要去相亲 或者是要去谈婚论嫁的话 整体来讲都会非常的顺利 四颗星的朋友还要恭喜的是 摩羯座的朋友是属于心想事成的好运 各方面都会顺利 爱情 健康 事业 钱财 都是能够心想事成的 再来四颗星的朋友要恭喜 天蝎座的朋友也是一个好运的状况 是创业的时机 如果说你正准备换工作 或者是说你正准备创业 不管是正职的创业还是副业 都会有成功的机会 所以天蝎座的朋友把握创业的机会 以及时机 再来要非常恭喜五颗星的朋友 究竟还有谁要上榜呢 我们看一下恭喜 处女座的朋友 我们的主持人 罗哥上升 上升处女 上升处女也算 我们罗哥是一个好运报到 这个好运是各方面的好运 人才要有人有人 要贵人有贵人 要钱财有钱财 要事业有事业 节目通告也会非常多 所以是全方位的好运 再来要恭喜五颗星的朋友 狮子座的朋友 我们又五颗星人 是一个日日尽财的好运 尤其我 对 刚刚又是总裁 现在又是日日尽财 马上做生意 不管自己的事业 各方面都会大钱小财 不断进入 非常恭喜四颗星的朋友 但是最好的呢 是恭喜五颗星的 是牡羊座的朋友 是属于人见人爱 各方面人都会喜欢你 所以你的机会也比较多 再来我们来做一个加码 事业加码 在本周最好运的星座是 天蝎座的朋友 要加油了 来财运最好的加码的部分 是狮子座的朋友 所以呢今天柯淑妍 来上这个节目是非常好 太棒了 爱情事业两得意 来感情最得意的是 舞陽座的朋友 恭喜 好 恭喜 是 接下来要请同学